嗨,大家好,今天我又来填坑了 今天填的是哪一坑呢?就是留学的坑 以色列在国际学生的留学选项里边是一个非常小众的国家 但是这一点都不耽误以色列大学在一些优势学科领域的成就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列举一下以色列比较尖端的五所大学 聊聊他们的优势学科和大概的费用 咱们先来说一说以色列国内的高等教育的情况 其实现代高等教育体系各国都差不多 唯独以色列 我也不能这么武断地说只有以色列是特例 但是以色列确实跟其他国家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第一个就是高等教育机构也就是大学或者是学院 除了分私立和公立之外 还有世俗和宗教的区别 就是说他们有高等宗教学院并且还分男女学院 只不过女生的课程就跟普通的大学一样 课程结束修满学分就可以毕业 但是男生就不一样了 他们的大学可能要长达几年或者是十几年 当然这部分宗教学院的学生的比例是非常的少的 只占全部学生的百分之十六这个样子 所以这里咱们就一代而过了 第二就是以色列的兵役制度使孩子们进入大学的年龄 相比于其他国家要更晚 男孩需要服役三年或者是一些兵种是两年 那女孩需要服役两年一些兵种是22个月 就等于说孩子们在高中毕业之后就要先去服兵役 再回来读大学 好处就是当孩子们经过了这一系列非常艰苦的 甚至是异常危险的军营生活之后 他们服兵役可不是去唱什么打把柜来采加飞 或者是每天花几小时叠被子 还要给班长洗袜子这种生活 是真的要被派去巴勒斯坦 埃及叙利亚 黎巴嫩 这些就是和以色列接壤的这个边境地区是执行任务的 是要和强实弹接受实战训练的 那在经过这两到三年的服役之后 这些孩子真的会更加珍惜读书的时光 另外就是他们会更加成熟 更清楚自己的方向 不知道是不是有小伙伴跟我有一样的感受啊 就是反正我在刚毕业的时候出来求职就感叹我 当初在大学的时候有大把的时间 怎么不好好学学这个不好学学那个或者说不早一点出去找这个实习的机会呢 总是觉得说啊可算上了大学了撒丫子来吧挥霍呀可就是造啊 结果毕业之后作为职场小白接受社会的无情调打 扯远了啊 话说回来 以色列国内的高等教育就是有两这么两个特别之处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对国际学生来说 以色列有哪些选择 首先总的来说相比美国的大学 这几个以色列的大学提供同样优质的教学资源 但是学费这一块呢相对低廉 虽然学费低廉 但是含金量却不低 因为这几所大学都是研究型大学 教学的过程也是做项目的过程 那学生们在毕业的时候 他们可以得到的不只是一纸文凭而已 还有做项目的经验 团队合作的经验 在与人合作中明确自己的职场方向和位置 最后项目的研究成果也会成为 未来不管是求职还是创业的加分项 那我们先从以色列国内排名第五的巴伊兰大学开始说起 巴伊兰大学在1955年建校之初 是一所融合了世俗科学研究和犹太律法研究的大学 那随着时代的发展 大学嘛也要逐渐加强现代科学学科的建设 我看巴伊兰大学前几年还是世界500强大学 今年好像掉出前500了 不过计算机科学工程专业是世界前400强 纳米科学纳米技术和经济学是世界前300强 社会学专业排名是世界前100强 所以看得出来巴伊兰大学的优势学科 包括像工程相关学科 计算机工程 社会学和经济学 那学士学位的课程 每年的学费基本是在4000到5000美元 这个要看不同的专业和项目 那像IMBA硕士学位的课程 每年的学费差不多是11000美元的样子 我还看到巴伊兰大学还有一个国际圣经硕士学位 而且圣经研究还是可以硕博联读的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啊 那巴伊兰大学的申请条件呢 和咱们华人相关的呢 就是提供中国高考成绩 或者是美国ACT或者是SAT成绩 或者是国际高中毕业会考的成绩 港澳台地区呢 就是本地大学入学考试的成绩 以上这些加上托福80以上 或者是雅思6分以上 接下来呢 就是排名第四的本古里安大学 这所大学是以以色列第一任总理 大卫本古里安命名的 这是一所创建在沙漠里的大学 就在以色列的内盖夫沙漠地区 所以可想而知 本古里安大学在能源 生态环境和生物科技方面的研究 都处于前沿位置 在全球过去50年建立的新大学排名中 排名第39位 同时也是世界500强大学 除了可替代能源 沙漠研究 海水氮化 这些传统的优势学科之外 本古里安大学另外的优势领域 还包括网络和国土安全 我们都知道 以色列在中东地区所处的环境 国土安全这一块也是拿捏得死死的 还有就是大数据和信息系统 生物科技和机器人研究领域 也有很强的科研能力 不过不要因为这是一所 建在沙漠里的大学 就以为它的环境很艰苦 漫天黄沙住帐篷 骑骆驼啥的 我们可以看到 学校的环境还是很好的 本古里安大学的申请条件基本和排名第五的巴伊兰大学 其实差不多 当然根据所选的学科和项目 在录取条件方面也会有差别 那以色列排名第三的大学 就是以色列理工学院了 这所学院是以色列最早的大学 在1912年就成立了 也就是说 在还没有现代以色列这个国家的时候 这所大学就已经成立了 爱因斯坦还曾经担任这所大学的首任社团主席 为大学筹措资金 现在以色列理工同样为世界500强大学 那在2022年最新的排名 是世界的第330名 在过去的15年 这所学校的四位校友和教师 获得过诺贝尔奖 其中三位获得过诺贝尔化学奖的老师 仍然在这所学校从事教学工作 而在以色列的高科技领域中 高科技公司的创始人和经理人中 有70%以上是毕业于以色列理工学院的 以色列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公司的创始人和一把手中 68%毕业于以色列理工学院 以色列的电子行业的经理人当中 74%持有以色列理工学院的学位 可以说以色列理工学院的校友 为以色列的高科技和经济发展 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既然是一所理工学院 那优势学科自然不必多数 基本含怪了工程学 科学 医学 建筑学 再就是在能源纳米技术和生命科学领域 以色列理工的研究也是全球先驱 除此之外 在创业生态系统和未来成功企业家的孵化项目方面 以色列理工也一直处于全球顶尖水平 以色列被称为创业之国 高科技公司的密度仅次于硅谷 台湾和香港地区叫西谷 咱说的都是一个谷 不过相比于硅谷 动辄几百上千人的大型高科技企业 以色列的高科技公司的规模都非常的小 在创业方面 以色列人基本不求做大做强 他们更追求小精尖 在一个领域做出一点名堂之后 就坐等大厂收购 基本都是这个套路 另外呢 以色列理工学院有两所分校 一个是位于纽约的与康奈尔大学联合创建的 康奈尔以色列理工学院 以及在我们广东省汕头市的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 那在申请条件上 标准也明显高于前面我们提到的两所大学 除了相应的高考会考 或者是本地大学入学考试的成绩之外 还要求国际考试成绩 SAT数学成绩要在660分以上 SAT成绩要在28分以上 IB的数学英语物理或者是化学 至少要达到5分以上 除此之外 在不同的学科或者是项目 可能还会有额外的要求 再除此之外 申请者还要提供两份推荐信 和履历表 那在学费这一块 以色列理工同样要高出不少 学士学位阶段的学费在15000美元左右 那我们来到了排名第二的特拉维夫大学 相比排名第三的以色列理工 特拉维夫大学是一所综合性大学 它是由包括科学 人文和艺术领域的126个院系组成的大学 有超过3万名学生 要知道特拉维夫总共才43万人 所以大学的学生和教职人员 已经是特拉维夫城市结构的一部分了 特拉维夫大学全球排名前200 其中物理学、经济学和商学排名在第57到100名 工程学排名在第51到75名 计算机排名比较靠前 排名在前20 可见总体来说 以色列的大学还是在理工科的优势比较强 不过特拉维夫大学也有卡兹艺术学院 这个以色列最古老的影剧学院 并且也培养出了很多音乐家、钢琴家和剧作家 同时特拉维夫大学也是政治精英辈出的地方 以色列很多部长级官员、大使和多任副总理 都出自该大学 可见特拉维夫大学在社会科学方面的成就 也毫不逊色 在申请条件方面 除了前面提到的各种成绩之外 如果申请的是理科科系或者是项目 那英语水平证明上分数要稍微高一点 托福需要85分以上 雅思需要6.5分以上 理科学士学位一年的学费是4000到5000美元 而人文和社会学科的学费则要高一点 一年在11000美元左右 那接下来我们来到的就是排名第一的 耶鲁撒冷西伯来大学了 它是以色列理工学院之后历史第二悠久的大学 成立于1918年 而第一届校董的成员都是一些牛皮闪闪的名字 爱因斯坦 弗洛伊德 威茨曼 西伯来大学在全球大学排名是前100名 其中数学专业排名33 科学排名前75 西伯来大学的校友教授以及研究人员中 共有八位诺奖得主 一位菲尔茨奖和一位图灵奖得主 西伯来大学也是一所综合性研究型大学 涵盖了从科学 人文和社会科学 到艺术 音乐 舞蹈超过150个学科项目 那它年均有150项的发明专利 可见西伯来大学在科研方面的能力 实在是相当的强悍 其中农学方面的成就更是尤为受人瞩目 什么低贯技术 咱们就不用再多说了 就我们日常吃的小番茄 就是西伯来大学研究团队研发出来的品种 现在已经遍布全世界了 西伯来大学本科项目的申请条件 相对应的应该就是最高的了 除了各种毕业考试的成绩之外 托福89分以上 雅思7.0分以上 也需要两封推荐信 并且一些理科项目 在两封推荐信的基础上 还需要另外提供一封学术性的推荐信 关于西伯来大学学费这一块 我在大学网站查到的是 本国学生的学士学位课程 一年是3200美元 那网站显示非本国学生 也就是国际学生 要在这个基础上加25% 即便加了这25% 也才不到5000美元一年 如果我查到这个数据是真实的话 那西伯来大学的性价比可真是蛮高的 那在介绍了以色列国内五所顶尖的公立大学之后 咱们再简单地说一下 一所私立大学和一所研究学院 就是赫茨利亚跨学科中心和威茨曼研究院 前者是一所私立大学兼独立研究机构 是以色列最受推崇的学术机构之一 虽然规模不如公立大学 但是有超过90个国家的留学生 在注册会计师CAP考试中 赫茨利亚跨学科中心的排名是第一的 计算机科学 法律 企业创立 心理学 政治学和传播学 都是它的优势学科 那赫茨利亚的学士学位申请条件 同样包含以上我们所说的工业大学提到的 所有的考试成绩的证明之外 托福70分以上 雅思5.5分以上就可以了 作为私立大学学费这一块要相对高一点 根据学科项目的不同 每年的学费在14000美元到15000美元不等 最后再说一下大名鼎鼎的韦茨曼研究院 它和我们以上介绍的以色列大学不同之处就是 它仅提供理科的学士博士以及博士后的课程 那在韦茨曼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的都不是教授那么简单了 那都是科学家 科学家小伙伴们 一个只出现在我小学一年级作文 我的理想里边的遥远名词 我配打听在韦茨曼念书一年要花多少钱吗 我补配 所以对不起 我没办法给你们一个具体的数字了 说了这么多 又是研究 又是学术 听起来无聊又严肃 虽然学业非常的繁政 但是以色列大学的氛围普遍都是十分轻松愉快的 毕竟以色列人还是逃脱不了低中海地区人民普遍的这个慵懒和散漫的特质 教授们也都非常的和蔼可亲 非常接地气 几年前有一个以色列教授一边帮学生带娃一边讲课的照片 就是非常生动的写照 这位教授的学生带着孩子来上课 但是孩子一直哭闹不止 最后由教授出手带娃 孩子竟然完全不哭闹了 看看人家这童年 这早教 这起跑线 那关于留学 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了 说真的 一说到学习 我真的是一个头两个大 那今天这期视频这么痛苦 给你们要一个赞 不过分吧 快活啊 反正有 大把时光